今天我們做的一個湯 這個湯需要一升半的水 和豬骨 豬骨已經煮了一個小時 我們放現在的配料 有花生、有薑 有大蒜頭和回香菜 還有我們的毛花果 這個大蒜頭我們要切開 然後這個蘿蔔要劈皮 劈皮很深 劈皮到有筋的地方 我們要劈走它 不要劈太淺 把它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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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在中間開邊 然後切它稍為大塊 因為我們用來熬湯 是煮一個小時的 把它放進我們的鍋裡 這個回香菜 回香菜吃到有益 尤其是和我們蘿蔔一起煮 我們是有一種消氣的 有時候肚子咕嚕咕嚕 吃了它就有幫助 還有我們毛花果四顆 這個鍋 很水分 也是開始熬了 我們把所有菜都放進去 我們已經有花生 有大蒜 就把每兒那些毛花果 以及蝸香菜 還有這些荷葉 還有蘿蔔 我现在这个时间再煮多一个小时 我先煮起它就可以煮一个小时 现在已经煮了一个小时 我们加上骨骨煮的一个小时 已经是两个小时了 所以这煲汤已经很够火露和很够味 所有味都出来了 我们现在要再煮起它 因为我们要把油放出来 被油出来是需要 汤煮起的油才会走到一边 走到一边我们很容易煮出来 我们可以 稍微煮多一点 之后再在碗里再被油出来 汤仍然可以用得吃饮 我再煮起它 煮起后我们就可以把汤煮出来 可以喝的了 先煮我们的菜出来 茴香菜 萝卜 毛花果 我们的骨 还有大蒜 还有花生 我们的汤 这个汤叫做回香菜 萝卜汤 它是有用处的 是用完肚子里咕噜咕噜 喝了它就有帮助 多漂亮 这个汤也很甜美的 因为我们有毛花果 4粒 多谢收看 下次见 这里 我们下期天 继续 好吃 修 是用完肚子里咆虎 我 när